475 这时弥勒菩萨 弥勒大菩萨对释迦牟尼佛说 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听闻这部法华经之后 能够随喜赞叹 那么他们能得多少福报 弥勒又说祭诵 世尊昧度后 其有文士经若能随喜者 为得己所福 弥勒摩尼佛告诉米勒菩萨说 阿弥多如来灭度之后 如果有比丘比丘尼 幽婆赛 幽婆语 及其他有智慧的人 或掌或诱 听闻此经随喜赞叹后 他们从法会上出来 到其他地方 或在僧院 或在空地 或在城镇 街巷 村落 田间等 把自己的建文 根据自己的能力 向父母 宗族讲说 这些人听闻之后 也都同样随喜 并又向其他人讲说 其他人听了之后 也能随喜并转交他人 如此反复至第五十次转交 阿弥多 这第五十次转交的善男子善女人 随喜 法华经的功德 我现在就宣说一下 你应当仔细听 如果四百万亿阿森旗之多的世界里的一切众生 如有分别处于天人阿修罗 畜生 恶鬼 地狱等六道众生 或以卵生 胎生 失生 化生 四种方式出生的众生 或者 有形的众生 或者无形的众生 或者有想天的众生 或者无想天的众生 或者非有想的众生 或者非无想的众生 或者无主的众生 或者聚两族四族多族的众生 如此等等众生中 如果有人为了求取福德 按照一切属于此范围的众生 所具有的欲望 都满足他们的要求 给予他们所希望得到的用具 如对每一位众生 都正与遍布整个厌福体 世界的金银流理 车骑 玛瑙 珊瑚 琥珀等 各种美妙的珍宝 以及像马车圣 和用七宝所建成的宫殿 楼葛 这样的大师祖 如此布施 长达八十年 然后心中产生这样的念头 我已经布施给这些众生 各种享乐用具 满足了他们的种种欲求 但如今这些众生都已经衰老 都年过八十 头发斑白 满面皱纹 不久就要面临时期 现在我应当以佛法来教化他们 前面讲的那些众生 比如说有想 非有想 那些就是十二类众生 这些都是十二类众生 所以我们不只四类 胎暖施化 不只这四类 总共有十二类众生 我们都应该去认识他 就前面所说的 前面这段 比如说胎生 卵生 化生 有没有 有形 无形 有想天的众生 或者无想天的众生 非有想 非无想 这些都是十二类众生 于是他便召集这些众生 宣誓佛法 以指引教导他们 使他们生起欢喜心 很快振得小圣 四圣的果位 即虚头反 石头反果 阿那汗果 阿罗汉果 这些众生已经从一切烦恼中解脱出来 在各种深入的 禅定境界中 都纷纷得到自在 获得了八种解脱之道 你是怎么看呢 这位大师主所得到的功德多不多呢 那个八解脱 大家知道了 就是在那个什么 这个八解脱 就是在两圣以下的解脱 八解脱 就是你从玉界的解脱到色界的解脱 到无色界的解脱 总共都八解脱 然后你到圆解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三解脱 好 米勒菩萨说啊 世尊此人的功德非常多 可说是无量无边 如果这位师主仅仅布施给众生各种享乐用具 他所获的功德已经无量 更何况让他们都证得阿罗汉果的功德 释迦摩尼佛告诉米勒菩萨说 我现在明确的告诉你 此人以各种享乐用具 布施给四百万利阿僧启事节中的六道众生 又教化令他们全部证得阿罗汉果 他由此获得的功德 不如上述 第五十位因听闻法华经中的一个祭送 并且随喜转交所获得的功德 甚至不及随喜转交功德的百分千分 百千万亿分功德的一分 以至于用算术推算 用辟语来说明 也无法知道此无量无边的功德 这就知道了 这个都用比喻 阿异多啊 就是这第五十位人 辗转德文法华经 并且随喜转交 尚且获得无量无边 阿僧齐的功德 更何况最初于法华会中听闻此经 而生随喜之心的人 他的功德又比那五十位辗转德文 随喜者的功德更为众多 即使无量无边 阿僧齐数 也无法比拟 另外阿异多如果有人为了听闻这部经典 专程到僧院中去 或者坐着 或者站着 哪怕是在极短的时间内 听说到这部经典 那么因为这个功德 他来世转生的时候 便会拥有非常美妙的像马车圣珍宝 装饰的碾车 那个念碾 或者转生到天道 拥有七宝宫殿 如果另外有人 在讲说法华经的地方坐着 这时又有其他人来 他便劝其也坐下听经 或者把自己的座位分出一部分 让他坐 那么他的功德可使他来世 转生于天地之所 或饭王之所 或转轮圣王之所 那个天地 天地就是那个什么 遇见天那边 幻王那个就是设计天 转轮圣王大家知道了 好阿异多啊 如果有人对其他人说 有一部法华经 我们可以一同去听讲 其他人便接受其指点 甚至只在极短的片刻时间中 听闻到此经 那么此人的功德 可使他来世与通达诸陀罗尼的菩萨众 同生一处 这个陀罗尼 我们知道这个陀罗尼 我们讲说 陀罗尼 我们讲说是 咒语或是种词 所以到菩萨的境界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可以谈到 才可以说陀罗尼 六根冲利口具智慧 在之后的百千乱世之中 始终不得暗雅之症 口中不臭 不会患上蛇病和口病 牙齿不够 不黑不黄不疏 也不脆弱 不参痴不弯曲 沉不下垂 也不缩住 不出色 不伸仓 不吹不坏 不歪斜 不厚大 不发黑 没有任何令人厌恶的地方 鼻子内正直 不塌陷 不弯曲 脸色不黑 脸型不狭长 不凹陷 没有任何让人不喜欢的外相 总之 它会长得唇舌 牙齿皆实好看 鼻子高直 面貌圆润 丰满 眉高而长 而宽而平 具备了一切美好的相貌 并且世事转生的地方 都能够见佛陀 听受佛法 身心信仰 并接受佛陀的教诲 阿异多 你暂且观察一下 这种情况 劝一人前往听法 功德尚且如此 何况自己能一心一意地听说诵读诵 并且在大众中为大家分别解说 并按照法义如法修行 这时 释迦摩尼佛为了再次宣说以上的法义 即以祭诵说道 若人于法会 德文是经典 乃至于一记 随喜为他说 如是辗转交 至于第五时 最后仍佛府 今当分别之 如有大施主 共己 无量众 聚满八十岁 随意之所欲 见笔衰老相 法白而面作 此书行孤节 念其死不久 我今应当教 令得于道果 即位方便说 那盘真实法 世皆不牢固 如水莫泡愿 如水莫泡愿 这个知道了 就是世皆不牢固啦 那个什么 如水莫泡愿 如聚莫 如泡 如热食愿 这些 如等贤英当 集生愿离心 诸人文是法 接得阿罗汉 句主六神通 三明八解脱 最后第五时 文一记随喜 世人福圣彼 不可为辟欲 如是辗转文 其福尚无量 何况于法会 出文随喜者 若有劝一人 将饮听法华 言此经深妙 千万节兰玉 即受教网听 乃至虚以文 诗人之福报 今当分别说 事事无口患 只不输黄黑 唇不厚千缺 那个念千啦 吾有可恶相 舌不甘黑短 鼻高修且直 耳广而平震 面目西短眼 为人所喜见 口气无挫灰 幽缺花之香 长从其口出 若故一身访 欲听法华经 须以文欢喜 今当说祈福 后生天人中 得妙相马车啊 珍宝之年雨 即成天宫殿 若于讲法处 劝人做听经 是福因缘得 示范转轮作 何况一心听 解说其意趣 如说修行 祈福不可量 如说修行 大家知道了 如说修行等于就是 对前面这一章的一个总结 我们继续看下一章